哇的确很多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准备要进去数馒头了 这个来看这个整个兵役 确定要延长为一年 有人很崩溃啊 应该说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很崩溃 有高三生他们已经要 忙着准备学测准备要考试 结果哐啦这个学测前 这个惊天一雷啊崩溃大理 要当兵延长为一年了 国防部呢防抢提前啊 现在尤其是正在准备学测啊 正在升学的学生们 我们的年轻人啊 真的超级无敌无法接受大崩溃 来看的是现在啊 其实在整个这样子呢 高三这一群的学生当中 可以说同班的高三男生呢 有两样情哦 因为这回的新政策 是在以93年9月以后出生的话 是当四个月兵 也就是所谓的末代双兵啦 但如果你只要是94年次 以及之后出生的话 当的是一年兵 也就是说这一些 好可能你同班同学 有人只要当四个月的兵 少了人家好几个月 但有人就要当一年兵耶 好真的是要当一年兵的 真的惨叫哀嚎啊 有网友说 民国83年次到93年次 当四个月兵役的一男 根本是黄金爽兵啊 好黄金爽代啊 末代的爽兵啊 好另外呢也有 这个人很不服了啦 认为那四个月的 全部抓回来补一补啦 为什么评审 我们只要当一年 你们只要当四个月啦 好很不公平耶 好所以呢 其实看得出来 现在真的的确很多人崩溃 好暴走当中 所以呢 其实来看是 目前国防部的一个 最新的态度 他们说 内政部会办理 明年的征集作业的时候 将不征集94年次 一男提前入营服役啦 好不过但是呢 我们也同步来关心的是 现在好多人受到影响了 心情也受到影响了 原本学策就已经够紧张了 然后又崩溃 你要当一年的兵 来看高三生就说 哎明年 对啦就是在几天啦 其实就一月了嘛 明年的一月 好一月13号到一月15号 再过差不多半个月 马上要学策耶 哎我们的心情很受影响耶 好已经念书压力够大了 好家里头有高中 好男生的陈妈妈 好崩溃大喊 原本都计划好了 希望大小孩呢 大学之后 能够暑假出国 或是业界实习 都已经规划好了 好了你看现在 政府突然 给你这样子改政策啦 好当然杀的一个人 措手不及啦 现在好吧 暑假可能要去 直接当兵报到了 否则毕业后才去当 进入职场 你算一算 哼哼哼哼 时间一延 会晚一年 很讨厌耶 真的很烦 好家中也有高中男的 这个黄妈妈 黄小姐就说 哦 她真的觉得她儿子 超级倒霉耶 好与其呢 义务一年期 还要觉得我们政府 你就不如好好去募兵嘛 你就募那些 真的想当兵的人嘛 好你现在是要当 推全部的年轻人 一起上战场 一起练吗 当然来看的是呢 针对于寒暑假 服役等等 相关的一些争议 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大学生就说 如果大学生呢 利用了暑假服役 将对学校的运作 产生很多的影响 很多研究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啦 所以呢 寒暑假 其实很多学校 也都在进行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运作啊 你这样把时间一拿走 那怎么推动呢 那你看 除了学生之外 来看看老师 来看看校长好了 校长怎么说 副校长 新大都 这个副校长呢 这个戴念华 戴副校长 他就说 如果真的很多人 暑假都跑去服役的话 那学校的运作 会受到干扰啦 一些研究 也会受到影响啦 那军官又怎么看呢 好 军官就说了 大学生 你每年的寒暑假 来两次 每个月可以零两万元哦 当做打工啦 零用钱啦 这根本像参加国军战斗营 一样嘛 真的能够有 真的能够有实战力吗 不过很多网友就说了 盖楼开始留言了 说除了寒暑假 平常部队 那岂不是唱空城了呀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有网友说 应该要发一张吉典卡啦 大家来吉典啦 你当是seven的吉典嘛 当一个月就盖一格 盖几格 可以换什么宝可梦吗 我不知道 四年内几满12格就OK了啦 大家也都很有创业 不过无论如何 现在呢 蔡英文 这样的一个政策 杀得大家措手不及呀 接下来我们要续续连线的是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明贤哥 明贤哥早安 英秀早 各位春天的朋友 大家早安 好 要跟明贤哥来讨论 忘了这个昨天蔡英文 总统这样突然宣布 整个呢 冰激 一南的冰疫要延长一年 相信议员你这边 一定也收到很多很多 非常焦急很焦虑的家长的请托 对不对 因为现在包含了很多的学生 家长都已经炸锅当中 您怎么看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像蔡政府讲的 演绎这么久的话 那应该要接受民众的民意的洗礼 考验 那应该在 1.126 线上选举前就要公布这个政策 接受民意的检验 就像刚刚银秀 提出的挑战一样 这个政策既然演绎那么久 那么重要 对民意党来讲 是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 那应该 在选前提早公布 然后接受大家的检验 用投票来决定说 挺 挺兵役延长一年的投民进党 反对兵役延长一年的 就投其他的政党 就应该要这样接受民意检验呢 那结果没有 你选前不敢公布 延后到选后才公布 这就是标准准的政治考量 就是因为担心影响选票 所以这都不要假了 真的很多 很多学生会要当兵的 甚至很多家长 他们会不会担心说 要当兵延长到底要延长多久 之前在选前要讨论 要延长一年的时候 我相信不止我啦 很多议员 甚至很多立委都接到请托案 我特别在过去 过去短短半年来 接受到了要提早入伍 提早当兵 因为现在还是 那个胡兵役还是四个月 大家都要提早入伍 要进去把赶快四个月 把兵当一当啊 大家会担心嘛 担心之后 好昨天蔡总统宣布要延长一年了 之前都不晓得啊 到底延长多久 家长也担心 学生也担心 所以这个请托案真的很多 大家都要提早 提早赶快去把兵当一当 把他提早入伍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政策啊 兵役疫情没有决定之前 造成很多家长 很多学生 真的很担心啊 那现在为什么宣布延长一年呢 我觉得两个主要原因考量是这样 第一个 你的募兵制募不到兵源嘛 你的募兵制 大家都认为说 当兵是浪费时间 募兵制的 当兵的薪水又太少 所以募兵制 兵源不足 所以导致要延长兵役一年嘛 那第二个 很多家长也在抱怨啊 就刚刚像我们镜头讲的那个 黄太太一样了 他们认为目前两岸关系那么紧张啊 那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两岸关系比较和缓 那所以那时候可以用全募兵制嘛 把兵役 缩短到四个月就可以了 那你现在民党执政 两岸关系那么紧张 然后两岸兵凶占围 你现在才要延长到一年嘛 所以你民党啊 真的是民党造的业 然后全民要分摊 我觉得真的很衰啦 特别刚刚仪秀有提到 呃那个94年94年就现在高三 呃1月要学策了哦 那9月之后9月之后就是说 晚一那个比较晚的这一些哦 你不会生的啦 这些变成你还是 还是要变成可以当四个月的兵 然后年头了就变成要当一年的兵 我觉得很衰耶 这些学策人真的很紧张 这些家长很多也在抱怨啊 这几天我们跑行程遇到家长 每个都在反应这个事情耶 真的造成基层这些家长 他要不不跳呢 现在如果要考学策呢 大家都去拜那个拜拜拜拜啦 去去求审 就说去那个去呃 拜拜说文昌地区拜拜 希望考好一点 那现在你造成家长讲 考完之后还要去当一年的兵 哎他真的他们家长 你真的会把这些家长跟学生搞死啊 譬如说你看哦 国防部讲的方案也是很瞎 以后如果大学之后寒暑假去当兵 哎真的会搞死这些学生耶 很多学生是寒暑假去企业实习哦 譬如说不要说讲企业啦 也有到议会来实习的 譬如说有政治系的 我这里每一年寒暑假也都有收实习生啊 甚至像我们内湖的德明大学 他们大事哦很多大事就要去企业上班了 等于提前实习进入社会了 那你现在叫他们寒暑假去当兵 那你不是搞死这些学生吗 所以我觉得说 蔡政府宣布这个疫这个疫难哦 疫情延长一年哦 根本没有跟大家讨论 也没有跟企业界讨论 也没有跟大学讨论 这问题还是重重 所以疫情延长一年即将上路 我觉得这个政策有点太仓促了 没有没有协调好了 至最后也没有经过民意的洗礼 那你如果你真的去跟高三生 跟家长讨论一下 我觉得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啦 所以这个是仓促上路 搞死一堆人 特别搞死现在的高三生跟家长们 这个问题哦 真的哦 这真的会很大的一个崩溃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好好沟通啦 不过这哦 这些真的一月要考学测 你不知道搞死他们怎么去考试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大